夫妻之间实不沿着 夫妻呢?夫妻吵架时,应遵循实不沿着 第一,动口不动手 动动嘴巴没关系 这属于两人内部矛盾 一旦出手就很可能演变成敌我矛盾 会打伤感情 第二,不接短 夫妻相互了解对方的缺点 接其短来最顺当 最能集中要害也最伤感情 一个人的性格、行为、品德等方面 都能挑出毛病来 这些毛病都是本人最不愿意提起的 一旦有人揭开这些短处 就会使双方自尊心受损 严重受伤 爱的纽带也会被割断 第三,不翻旧帐 有些人常打对方的丑事 当着有趣的笑话 贝德滚瓜烂熟 一旦吵架就如鼠家珍 一字不漏 从多少年千一路清算到眉毛间 第四,别吵成一锅大杂烩 本来吵架是因为张姑或妻子回家 比较晚 后来越吵越凶 连张姑或妻子乱丢袜子 钱赚得太少也一起算上 连太上祖先都搬出来 家公家婆都参与进来 弄不好还会演变成家族大战 会越吵越凶 第六,家仇不可外扬 床头能解决的事情就床头边解决掉 有些人不够冷静 一吵架就东家诉苦 西家酷穷 把家里的丑事全往外抖了 这样做会让对方怀恨在心 还会让外人看笑话 第七,拿床头是攻击对方 男人最怕别人说他性无能 如果借机说他不行 就会让男人非常难过 如果再让外人听见 那就会让男人恼怒成羞 第八,不要贬低对方的外貌 比如个子不高 这不是因为不求上进造成的 相貌不佳 也不是因为他自己主观 不努力造成的 凡是对方无法改变的事情 都不要当着双方争吵的话题 第九,不要与前任相比 当年我要是嫁给小李就好了 阿娇才不会像你这么凶狠 说这样的话会让对方心里 留下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甚至成为对方红杏出墙的理由 一时,不无节制地发泄 我在肚子里的怒气 一直憋着不说 适当的发泄可以调节情绪 任意的发泄会让对方难以接受 一般来说自我冷静 比向对方发泄露去要更好 这期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 请关注与分享 你对你的成长营 有什么想要交流的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电邮 有脸书的朋友 也可以关注我 Pexy师姐 最后欢迎你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在订阅的时候 记得点击按钮旁小铃铛图案 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新节目 上传的通知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